近期寒流一波波来袭 台中市山区午后变天转冷下雨 不受山农场傍晚五点甚至下起了冰雹雨 顾厂长表示直近约一两公分大小 堪窗是15年来最大的 游客直呼是今年上山的新年礼物 而周四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未来一周偏凉冷 近日若温度及水性能够配合 圈内海拔3500公尺以上山区 如玉山有机会降雪 主级总处今天公布 110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涨2.62% 持续高于2%的通膨警戒线 但涨幅已较11月收敛 富含蔬果及能源的核心CPI 则为1.84% 110年全年物价上涨率1.96% 虽低于2% 仍创下98年至今 13年来最大涨幅 墙中航空日前发放1.5个月年中 华航金针对年终和调薪案劳资协商 下午4点许会议结束 海板今年将发出6个月年终奖金 加上原本年薪就有的第13个月 等于可以领7个月 创下华航62年来年终新高记录 华航也同意今年将比照军工教加薪百分之四 中共去年底对爆发太阳城董事会主席周焯华 在内的澳门赌场大亨发起新一轮整肃 太阳城的资金遭冻结 全球博弈者也跟着受害 被称为台湾赌王的小谷提到 那么存在太阳城的资金约有11亿台币 如今顶不出来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